蔡英文本来传出说 她是会访问英国的 可是呢 英国的卫报 就引用消息的人说 其实她出访当天 就传出英国 他们呢 要蔡英文延后访问 甚至还传出说 可能是延后到什么时候 是说明年 因为最主要是 英国现在他们的这个外长 到大陆去访问 那18 19号这两天 你看就拍板了 可是在这之前 都还没有敲定 所以是不是也是换来的 谈好的 而他们甚至还有提到说 这也不用觉得奇怪 因为以前英国驻台代表就说 英国不是屈从中国压力啦 只是避免要让情况复杂化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 以他们的外向 能够顺利的访华为优先 所以蔡英文先别来了 我觉得这个话 你看也就是一个外交辞令嘛 就是事实上你确实是延缓了 蔡英文本来要去的一个行程 但你对外就说 我们只是 我们没有对你不友善啦 我们只是一个 希望你蛮点 不要让事情太复杂 这就是很像外交官讲话的样子 你知道吗 是啊 因为今天我们有注意到说 这个英国外向是要到中国大陆去 我觉得他的特别地方在于说 第一个他不是只有他自己来 他要为下一站 他们打算财政部长 我看他们这个最新消息说 他们可能财政大臣 是在下一个紧接着 他们的外交大臣之后 要到中国大陆去进行访问的 那可能要谈更具体的有关于 跟一些经贸有关的 相关进一步的彼此之间的一些合作 一些发展啦 好那这个接连的这些部会首长呢 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它的意义事上是 我觉得是很大的 为什么很大呢 它不只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 delay了有关于 蔡英文可能的到访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而已 它重点是在于说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尤其是在香港的问题上面 香港的国安法 香港的反送中 你会知道 因为过去香港 是英国的殖民地的关系 所以英国对于香港的发展 香港的不再民主化这件事情 他一直觉得有他自己的责任在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其实在香港的问题里面 其实美国跟英国 是各自扮演最大的角色 很多的地方的地缘政治 都是美国扮演最大角色 但香港很不一样 是有一个英国 他一直认为他对这个事情 他有很多的看法 他觉得有很多的愤怒 他也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批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英国在过去 不管是在反送中 尤其是国安法这个事情 让民族不在 光环不在 这个地方 他其实是批评中国大陆 非常多的 然后包括还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的话 其实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 都对于中国大陆的 他们还是认为说 这个疫情可能从中国而来 等等 所以多所批评 你发现才批评没多久 转眼之间 所有的国家 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限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讯息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蛮 就是我真的觉得 对台湾来说 就是很多事情 你不要说 什么爱台湾 什么勇敢 有老美 很多事情不是 国际现实 不是那么的单纯 国际现实的复杂化 以及他们可能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我们刚才讲 生存 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英国来说 他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 去年说他的通膨是两位数的可怕的程度 我觉得他现在脱欧脱半天 结果脱欧完了以后 觉得说 我们这个英国要重返荣光 荣光在哪里 没想到碰到一个疫情来 所以整个的 对他们来说 他们经济的问题非常的大 他们现在苏纳克换了一个 他们现在的政权也非常的不稳固 当时间都很短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对他们来说 英国自己本身一度的是这么的反中 当然现在他也必须为了这个外交部长 为了这个财政大臣 为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不要脱钩 牺牲了或是影响到了蔡英文的访问 对确实 好但现在来看看 那么刚才呢 因为谈到了 现在其实关键在于两岸 两岸的局势 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和缓 两岸的关系能够更好 可是呢 现在你看多少人都在关注着台海的局势啊 只是我要先请教一下张将军 美国这位知名的国际政治学者 米尔斯海默 他表示呢 美国其实有充分意识到台海问题的危险性 美国与盟友会不遗余力的阻止大陆的两栖作战 所以短时间之内呢 战争是不会爆发的 难道说 这个战争会不会爆发 什么时间爆发 关键是在于美国与美国的盟友关不关心吗 那再者 他说短期之内并不会爆发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美国的军方 他们是指自己在看 这个是纽约时报自己的报道 他说你看 五角大厦现在都在送武器到中东去 或者是提供军援给乌克兰 会不会损害美军未来应对冲突的能力 应对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潜在冲突的能力呢 所以一旦台海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冲突的话 那台湾怎么办呢 是在关心我们台湾的安危吗 将军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这个Mils Hamer 他在台湾来演讲过 我也去听过 他算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大事 就目前来看 是这个样 然后他这个 我们有他的这些看法 那我们可以看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那中国大陆的国力增强 中国大陆的军力也增强 中国大陆在国际外交的影响力也增强 三强都在 国力 军力 外交力 这个都是有形的 所以他这三面的增强之后 在台海这方面的主动权会越来越强 那美国所能够扮演到干涉的角色 会越来越弱 那怎么看 那就看台湾 那问题是台湾是关键者 但是台湾很多的政策错误 战略错误 方枪走板 战场在这儿啊 在这儿 你看嘛 他招生招募都有问题 我们台湾也希望加强我们的军力 结果招生招募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 青年扶勤同意书 都推出来都方枪走板 马上反对 然后前居后宫收回来 都弄得很错 然后寺庙 这个教堂器除这些炸弹 没有人去支持 大家一片反对 就是他们就是硬干 这硬干没有沟通 没有达成共识 然后团结的气氛没有 这个变成对立的气氛 我们这个 台湾内部对的气氛非常严重 大概在斗 那你自己在内斗 那你根本不要去讲团结 那根本不要去对外 所以台湾它整个的 目前的政府最大的问题 是它的战略错误 然后我认为应该 你要冰墙马撞 先把招生弄好 他不去弄 应该往大学往高中跑去搞招募 他不弄 要搞这个团结 他要去各个地方 要去坐面做融合 要去做说明 要去做和解 要去做沟通 要来对话 要交强互动 他都完全不做 就硬干 就硬干 一个好处都没有 你看搞罢免就知道了 那这就是要搞硬干 结果少数的政府 要做多数的事情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多沟通 我们不要讲卑躬屈屈 反而是要委婉 谦虚来做协调 没有 他硬干 所以我们看我们 整个国家的战略 是错误的 那错误的话 你怎么样去对外 那随着 那我们台湾 又跟中国到了靠太近 140公里 那美国想要来辞员 想要在基因地上来帮忙 有它的困难度 有时间的阻隔 空间的障碍 那中国大陆有地缘的优势 有集中的优势 又有外线作战的优势 所以台湾一般来看的话 在这个不利的态度之下 我们要在这个内部里面 先做自我的强化 但是现代政府的各府 方方面面的作为 都在做自我的弱化 那你变得反其道而行了 那整个国家战略失调了 你看他用的人物 都是政治专业 而不是用这种 我们讲的这个军事专业 经济专业 教育专业文化 不是 他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了 那你这样的话 没有专业的人才来治国 那你国家整个治理起来 是荒腔轴板 多头马车 没有办法集一 那你不能整个是分崩的 那力量是分散的 所以我们看 这个没有是黑门来看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 近期不会有威胁 他只讲近期 他不敢讲长久 对我们要的是长久 对我们要的是长久 长治久安嘛 你不是为了短暂的苟安嘛 你看没有才能讲的 是近期而已 那你整个中期长期来看 表示危机 危机在这个地方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由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他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 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光源 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